各位网友大家好 自从我的翻墙系列讲座第二期上线之后 已经过了两三天了 大家是不是有些等待的着急了 实际上我没有忘记大家 没有忘记我们这个翻墙系列讲座的第三期 这几天呢 我一直在进行准备当中 因为我毕竟是这个YouTube制作的新手 有好些技术问题呢 我得现学 现在呢现卖 主要是这几天在进行这个投评技术的学习当中呢 可能多花了些时间 让大家久等了 今天呢 我们这个翻墙系列讲座的第三期 主要是讲通过手机 如何翻墙 而且是永久有效的翻墙 我们还是把上一期留下来的几个问题呢 我们在这里再重申一下 好 关于这个电脑翻墙 我们下载的这个客户端 大家已经清楚了 这个没有问题 在这个链接 就是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当中 下载这第一个和第三个 这没有问题 关于这个 系统打补丁的问题呢 上次我们由于我用的那个页面的链接呢 确实有些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更正了 然后用这个正确的链接下来 大家可以就很清楚的看到 这个Windows 这个使用当中 有可能需要大家去对系统进行打补丁的一个操作 打补丁有可能会遇到是两种情况 你们就根据你们电脑的这个具体的要求 去选择这个Net Framework 或者是VisualC++ 这两种 相应的去打下补丁就行了 具体的说明 这也都是汉字说明 很清楚 我这就不多花时间去讲解了 好 再一个问题是 我们在上一次的 关于这个免费账号 这个免费账号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试过 有的时候 不用翻墙 直接就可以打开这个页面 而有的时候呢 确实就不能翻墙 确实就在没有翻墙的时候打不开这个页面 就像我现在一样 好像又是不能打开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 去安装一个 软件 这个软件的目的呢 是为了 这个打开不了 我们这个软件的目的呢 是为了消除我们网站上的相应的一些污染 造成的 我们有网页打不开的情况 上次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当时 安装 我们是成功了 但是呢 没有找到这个启动文件 现在呢 大家可以按照我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 这个链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去启动这个0.6的这个版本 去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之后 就可以在 我们的这个程序下 找到相应的地方 找到相应的地方 应用程序 叫OpenDNS 然后启动它就行了 为了方便使用 你也可以把它发送到桌面 所以 在遇到我们 那个免费账号网页打不开的情况下 大家先使用下这个 OpenDNS Crypt 启动这个以后呢 在右下方 大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小圆球变绿之后 再去打开它 或许 这个网页就可以打开了 也有可能 这个网页仍然打不开 如果它仍然打不开 我们就得使用到我们应急上网的一些工具 好 我们看看 今天这种情况 似乎它就是属于 上不了网的情况 还有一个解决办法 还有一个解决办法 曾经我试过 利用这个设置 有的时候呢 把这个设置 把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已经是改过的 这个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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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转了 有一会儿时间 这都打不开 但是 你耐心等待一下 它下面也就可以打开了 大家就可以利用这个账号上网了 还记得怎么用吗 我们选择实实实的 然后 去启动 我们的 Shadowsocks 去自动匹配 我们的上网的那些参数 今天 刚才遇到 如果确实还是打不开的情况下 我们就要 启动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备用梯子 这个备用梯子呢 叫 Windscribe 我不知道大家去注册 申请账号没有 这个应急的梯子 我再重申一下 它实际上 每个月会给你十个季的免费的流量 去翻墙 如果到了下一个月 它还会再给你十个季的翻墙流量 所以如果大家 翻墙 使用流量的这种 机会 不是太多 十个季如果够使用的话 实际上这个是最方便的 大家只要在我的视频下方 找到相应的链接 安装 注册 就OK了 但是如果是YouTube的网友 对于这个流量要求大的话 那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备用梯子使用了 好了 上期留下来的几个问题 我暂时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使用当中 配置当中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大家可以留言在我的YouTube视频下方 我会尽量给大家解答 OK 今天进入我们的正题 手机翻墙 手机翻墙 以前我给大家的这个链接 在我后来经过多次试着去打开 已经证实 它已经是 确实打不开了 但是呢 我从网上又找到相应的其他的 为其他网页上 关于这个 红信的软件下载的链接 那个是可以下载的 这我已经试过了 大家可以把那个链接用上 然后呢 给它拷贝到 你的手机里 进行安装 那个APK 文件下载完了以后 安装好 安装好之后呢 就是这么一个 红色底的 小纸飞机 白色纸飞机 我们看看 在 这个纸飞机 启动之后 怎么样去配置 说到这个 配置 我们还要用到我们的电脑 翻墙的 第二期 所讲到的 内容 启动我们的这个 电脑上的指挥机 ShadowSax 我们试试 这个翻墙软件 是不是还有效啊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 好像 又失效了 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说 这种方式是 永久的 有效的 一种上网方式呢 大家随时可以 更新我们的 网络配置 右键 小纸飞机 选择 服务器的 扫描 二维码 确定 OK了 看看 回来了 他这个免费账号 好就好在这里 他 天天 都会有更新 都会有新的免费账号 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你 万一遇到你之前的账号被我们的防火墙给屏蔽了 没关系 我们再选择新的上网账号又可以实现上网 所以我说是永久 免费的 稳定的 好 下面我们就看 我们手机去怎么样利用 这些免费的账号上网 右键 点中 纸飞机 选择服务器下方 下面的 服务器下面的 叫分享服务器配置 好 大家看到 这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我们在手机上 去点中 这些纸飞机 我们还没有配置 这是我以前配置的 我们去配置新的账号 我来演示一下 点中 大家再看一遍 我的投屏哪去 投屏 投屏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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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说 我把我的投屏给掉出来 我知道了 为什么投屏投不了了 等一会儿 我的WiFi 如果大家对这个投屏感兴趣 可以给我留言 我找到了一种非常方便的投屏方式 不用装APP就可以实现 然后操作的时候只要启动桌面上的批处理文件 就OK 出来了 然后我们打开Shadowsocks Shadowsocks 进入配置这个页面 点中下面的加号 选中扫描二维码 扫描完了之后 这个配置的参数就进入了你手机这个配置 然后打开 然后打开这个纸飞机 那么刚才我们配置给电脑的这一个账号就原封不动的配置在了我们的手机上 好 大家可以看得到 发送接收的这些信息 嗯 它怎么不动啊 给我的感觉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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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为了 测试一下我们是不是已经上网 是不是已经翻墙 我们来看一看 龙卷风 龙卷风 这是网上收音机 我用网上收音机去打开美国之音 看看是不是可以连接上是不是可以听到我们的网上翻墙的音频 现在这个流量一直是有的 呃 这个网上收音机呢 OK 大家听到了吗 我们已经把这个手机上的翻墙功能实现了 大家看到了吗 听到了吗 然后还可以听一听法广 我现在给大家显示的就是我平时听到的几个敌台 所谓的敌台 让我 让我救命的敌台 这五家媒体机构分别为新华社 美国之音 法国 国际广播电台 发行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 美国国院官员称这项决定即可生效 这五家机构需要向美国国院提交 在美工作人员的姓名 个人资料 以及 这已经证明我们这个翻墙 手机上也得以实现 这就是我们的Shadowsocks配置成功的一个界面 好的 下面呢 我就顺带提一下 大家都想翻墙 但是呢 如果刚刚学会翻墙的人 恐怕都会有一个问题在心里 就是说我们翻墙之后 到底要看一些什么呢 听一些什么呢 因为呀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这个时代 网上的各种视频音频文章 简直是让人无所适从 从哪开始去看去听呢 在我几年的这个翻墙经历过来 我在这呢 给大家 建议一下 我的一些方法 我最隆重 推荐给大家 去使用的 每天必看的 一个叫 罗潭网的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嗯 要我来评价的话呢 他应该是一个聚合性的 一个网站 他把这个世界上各中文媒体 所 发布的信息 评论 点评 包括视频和音频 他全部聚合在这里 而且 每天 好像也有两次 以上的更新 从信息量 和这个 评论的这个水平 水平来说 都是上层的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得到 图文并茂的 关于历史的 关于现实的 也有关于我们人生的思考的 各种 优秀的文章 所以 如果 对我们 平时 工作和生活当中 各种杂事很多 时间有限的人来说 看一看 这上面的文章 我觉得就足够了 足够 去了解天下事 这是 我 最推荐的 一个网站 其次呢 除了 看了这个网站的评论之后啊 大家 要得到 第一手 这个 时事 信息 就是 下面我要推荐的 几个国际 广播的 电台 我使用的 收听的工具呢 有我们 国内的这个 开发者 开发的 龙卷风 网上收音机 这个网上收音机 如果是用一两句话来说明它的使用方法 可能 呃 太少了 太 时间太短了 呃 大家可以先到网上去把这个网络收音机呢 呃 这个 APP找到 安装好 如果有兴趣 大家留言 我可以介绍大家去怎么使用它 这是国内 开发者开发的 相当不错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Tuning in in radio 这个 网络收音机 这是世界级的 有名的 网络收音机 你看看这里面 它可以保存你平时经常收听的广播电台 voice of America 发广 自由亚洲 ABC DBC CNN 呃 关于这个 Tuning in radio 好像 它是 最新的版本 反而 自己 加设了 很多的 限制 所以 嗯 不太使用的 不使用的不太方便 他 以前的版本 反而 使用的更流畅 更方便一些 好了 现在呢 我的第三期讲座 关于手机实现翻墙 并且 并且 是永久的 免费的 稳定的 翻墙 这一讲 就 讲到这里 大家如果 我 事后 去呃 安装 使用 有什么问题 请给我留言 如果大家 还对 翻墙之后 怎么样去 高效的 搜索 搜索 信息 掌握 最新的 实讯 这方面 还需要我给大家 进一步讲解的话 也欢迎大家提出要求 我会按照大家的要求 将来在或者是第四期第五期 去进行讲解 为了让大家 呃 及时的掌握 我这个翻墙系列 讲座的这个更新的动态 请大家 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再见 下次见